大家好,我是旅遊作家King Chen 這次要介紹東京自助旅行的走法 從上野車站到東京車站 在之前先打一下廣告 開始在關西自助旅行這本書 第一次要到大阪京都神戶奈良自助旅行的話 可以參考我這一本書 那我們到上野到東京有兩種最佳路線走法 但是如果我這邊提醒大家的話就是 如果你用Google Map的話可能會吃虧 因為路線可能你會從上野到東京 你只能標得到JR的地鐵能搭而已 那如果說是東京地鐵你搭不到 我開始說明第一個 用JR路線的話你可以用JR Pass 那你可以搭成第一個三手線 再來就是金濱東北線 以及就是上野東京線 那我們通常大家做那個金濱東東北線跟上野東京線的話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當然也可以到東京車站 那上野那搭三手線的話就是 因為三手線是環狀 那環狀的話它是走外環 所以你到了東京車站 中間會停大概兩個站左右就會到東京 那車資的話是170元 5到8分鐘 為什麼呢?因為中間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兩個線 兩條線 那可能五分鐘就到了 那三手線可能會做久一點 因為會停的站比較多 車資是日幣170元 1,160啊 現在170 好那我現在來說明一下 使用東京那個地鐵周遊券的話 你用Google map的話 可能你會 你會 它不會告訴你怎麼走 那我現在告訴你 一樣你是從東京 從那個講錯了 一樣從上野車站 搭乘那個銀座線到日本橋站 日本橋喔 你知道嗎? 東京車站的另外一個出入口 出去大概走路5到6分鐘 就日本橋站了 所以你只要搭乘銀座線到日本橋站 就可以了 走出來你就可以到東京車站了 你這樣的方法是不是很簡單 好 那什麼出口呢?大概A7出口 A7出口就是永代通 往永代通的方向 那面對東京車站八重洲 八重洲的那個入口 一個是丸之內的出口 一個是八重洲的出入口 那還有一個地下道從B1 B1也可以 那步行大概 我永遠不知道你從哪個出口 大概5到8分鐘 可以到那個東京車站 那車資的部分的話 就是路程大概8分鐘 那車資的話是180元 以前170元 所以現在180元 以上我就分享這兩種最佳路線走法 給大家參考 那祝大家能夠順利旅行喔 好 好